记者钟洪良台北报道,台北市市林区涉子岛因访红禁限近48年,市府2016年10月向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提送涉子岛都市计划,经过近两年,今天终于审议通过。 台北市副市长林青荣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,说明现在通过都市计划主要计划以后,期盼今年底都市计划,区断征收,环境影响评估及防洪计划都能告一段落,预计明年初将区断征收计划送内政部审议,期许明年中第一阶段动土, 比市长柯文哲2016年所说的2020年6月动工造一年,涉子岛都市计划于2016年10月送至内政部都委会,但都委会专案会议对于开发量体,未来总人口都有疑虑,开会讨论5次仍迟迟为总大会。 柯文哲今天亲自到内政部都委会报告,随后都委会就宣布通过涉子岛都市计划,比较2011年公告的都市计划, 这次内政部通过版本计划人口从32,000人降至3万人,容积总量从273万平方公尺降至260万平方公尺,减少13万平方公尺,公园面积从40.3公顷提升到81.94公顷。 内政部通过审议时也要求三个附带决议,包括现有聚落,文化资产保存,以及因应极端气候制任性城市,都市防灾规划,请市府于系部计划妥事处理,现有住宅及工厂安置,市府尽全力与居民持续沟通,并以公平合理原则进行, 请市府于区段征收范围及底价的比例报内政部前,就安置计划办理听证,林钦荣表示,市府欣然接受,林钦荣表示,市府接受内政部都委会的附带决议,并驻守修正系部计划,预计下月提台北市都委会。 而防洪计划部分,内税防洪计划在今年4月已被查灾案,外税防洪计划则在3月提送给经济部审议,环平计划将在7月召开二阶环平工厅会,8月提送环平委员会审查,而如今都市计划主要计划通过后,将下来就会启动区段征收计划。 林钦荣表示,拆迁安置是民众最关的议题,而市府也从优从宽,除了区段征收外,市府也行建4500户的安置住宅,分期分区开发,公办协力造物等,让所有涉子岛居民都能续注涉子岛。 但对于是否能提出优于法规的拆迁安置条件,林说,还是需依照台北市聚办公共工程拆迁补偿自治条例规定,认为还是要有权是一致原则,否则对于其他开发区不公平。 名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